毫无疑问,世界温度在上升 科学家警告,如果化石燃料排放不减少 将会出现更多的极端干旱、洪水和海平面上升 立马气候会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做准备 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气候项目主任珍妮弗摩根说 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势头正在形成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峰会上 很多企业和城市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 当时各国的首脑出席会议 全球有70万人走上街头对气候变化表示关注 然后欧洲的领导人10月说 这是我们至少减排40%的建议 本月世界最大污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 美国承诺在2025年减少26%至28%的排放量 而且中国也第一次制定了减排的时间表 中国说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 摩根说中国现在就必须开始大幅度减少排放 并不是要他们等16年 他们要确确实实地关闭火力发电厂 他们必须建立再生能源 他们必须效率更高才能把排放降下来 预计其他国家将于明年3月拿出各自的减排承诺 摩根说美中的宣布是一项战略措施 能激发其他国家做出更多承诺 如果你看一看发达国家 公平地说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还没有表示 他们什么时候能拿出他们的建议 如果中国能提出某种减排方案 他们肯定也能 我认为像印度或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面临也要拿出自己减排方案的挑战 摩根说重要的是缩小需要的减排量 和预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之间的差距 他说每个国家通过其国家政策和法律 以自己的方式减少排放 但是只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 才能施加压力完成减排目标 达成全球减排协议实际上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 确保他们所做的别人也在做 摩根希望立马会议结束时能达成新协议 指引谈判人员领导各国政府行动起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